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人要怎么样能够每一天都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神是光 在祂毫无黑暗 如果我们要长期活在黑暗里 却能够又希望能够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 这两件事情是不会同时存在的 最近这几天我们分享到说 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接下来有一个严正的指责 指责他们去面对这个问题 就是淫乱 淫乱是一个误会 我自己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心中很多的被提醒 被光照 好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我真觉得今天你会看到这一集的恩典365 听到这一段信息的分享 因为主爱你 主不要你继续活在黑暗里面 求主帮助你 主向你伸手 接下来是你的回应 接下来是你的决定 你愿不愿跟主说 主啊你拉我一把 我愿意出来 我愿意离开那个黑暗 你要记得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的主是使人出黑暗 尽其妙光明的神 他有能力 你说我没办法 是有关情欲淫乱的罪 其实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站起来的 你可能一百次都想站起来 但是又失败了 但是谢谢主 主对你说 在你不能 在他凡事都能 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向我们伸手 拉我们出来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再说一遍 恩典365 祝福你每一天 可以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 要活在爱和恩典里 就必须出黑暗 尽其妙光明 为什么这光明是奇妙的呢 因为是你没有办法制造 没有人可以靠自己 活在光明里面 只有靠着这一位奇妙的真神 他给我们一个出乎我们能力之外的 那样的一个生命当中的恩典 上帝祝福你 求主施恩 上帝祝福你 而在面对最强的事情 我在说保罗 其实没有先跟我们谈 淫乱这个罪有多严重多大的问题 他先谈教会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件事 其实基督徒 我也相信主对你我而言 主不在乎我们做错了哪一类的罪 因为主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 我们每个人都很软弱 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 但是他非常在乎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我自己的问题 我的问题 而不是很会挑别人的问题 却把自己的问题 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 昨天和你分享 第一 他们假装没事 第二 他们不当回事 而接下来保罗继续说 你们竟然还自高自大 教会里面出了这样的事 活在这样的罪里面 你们还自高自大 并不哀痛 把行这样的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他说三件事 第一 自高自大 自高自大是什么 就看到自己 一直觉得自己多棒 多棒 多好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看见我生里面那个真实的光景 面对我里面真实的光景 而不是我外面 我用我的衣服 用外面的表现 来把自己显得好像很棒 以至于我自高自大 求主帮助我 不要自高不自大 不要看不到 不要好像假装没有看到一样 其实 当我们低下头来面对自己的时候 我们明明知道 而接下来 不哀痛 不哀痛的意思是 就好像 昨天和你分享 不当回事 出了这么大的事 好像还没有事一样 而再下来 不处理 不把这样的人赶出去 不处理 求主帮助我们 不是 就是不看 不当回事 不处理 求主恩待我们 只要你有一个对的态度 去面对 靠着神 一定能够处理 因为 在你不能 在我不能 在我们的神 凡事都能 勇敢地 跨出这一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